特朗普总统星期二表示 将在适当的时候举办美中贸易协议的签署仪式 而对于朝鲜可能在圣诞节进行核武威胁 特朗普总统则乐观以待 下面我们请美国之音白宫记者黄耀逸 为我们介绍详细的情况 要议 是 包容 我们知道12月24号 星期二是美国的圣诞的前夕 那么特朗普总统 他正在他位于佛里达州棕榈湾的豪华高尔夫球俱乐部海湖庄园度假 那不过在星期二的上午大概九点的时候 他先跟这个驻扎在科威特 阿富汗 雅丁湾 还有美国本土的美军将士进行视讯通讯 祝他们节日快乐 那么在进行视讯通讯之后 有记者就询问特朗普总统说 什么时候才会来签署这个美中贸易协议的第一阶段 那特朗普总统说呢 他说将会选择适当的时机进行美中贸易协议的签署仪式 我们来看一下特朗普总统在星期二的上午是怎么说的 我们将会有签字仪式 我们最终会有的是当我们见面的时候 而且我们会有一个更快的签字 因为我们都想把它完成 协议已经达成了 现在只是在进行翻译 是的 那么中国呢 在星期一的时候已经宣布了 说将会调降价值3980亿美元的美国进口商品的关税 那么当中包括有冷冻猪肉 酪梨 医药等850项的商品 此外呢 白宫贸易顾问纳瓦罗 星期二上午也在福克斯新闻网上表示说 这一份第一阶段的美中贸易协议 将会让美国在2020年经济蓬勃发展 经济成长可达2%到3% 那么此外呢 我们知道美联社在星期二的时候也发出报道说呢 根据卫星的图像显示 负责在朝鲜的平城市附近来生产远程导弹的这个工厂的 新建的建筑物已经完工了 那我们知道呢 今年的年底也就是朝鲜所声称 要美朝之间完成这个核武协议来协商的这个期限 那么是否朝鲜会在圣诞节的时候 以导弹试射的方式带来意外的圣诞礼物 在星期二的上午呢 特朗普总统也回应了这个问题 而且是以乐观的态度来看待朝鲜意外的圣诞礼物 我们看一下特朗普总统今天是怎么说的 我们看看情况 我想我们再看看 也许这个礼物是他送给我一个漂亮的花瓶 而不是导弹测试对吧 也许我会收到个花瓶 我可能从他那里得到一份很好的礼物 没人能知道 我们知道呢 前白宫的国安顾问博尔顿 之前在接受美国媒体专访的时候 曾经表示 他认为特朗普总统的朝鲜政策是完全失败 因为没有办法遏制朝鲜的核武器发展 包容 好的 我们感谢耀义从白宫发挥的报道 谢谢大家